有限宽贫拟货 新世界发展主席郑嘉纯加码投资 据悉原展主席邱达昌 退出有限宽贫大股东永生亚洲财团 把持股一手与郑嘉纯 令郑嘉纯占永生股权 有45.5%增至70% 目前未知永生另外两大股东 富力地产创办人李斯莲及鸿毅投资创办人赵令欢 有否转让持股 有限宽贫左早停牌 以待刊发可能涉及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 以及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下内幕消息条文 该股停牌前报0.068元 有限宽贫不做评论